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KES的每日财经简评,我是GOMAKES的分析师Jack 今天我们研究奢侈品质网,阿玛士的投资价值 阿玛士是全球奢侈品巨头,公司于1837年创立于法国巴黎 起初是为欧洲贵族服务的码具作坊 经过6代阿玛士家族成员的管理,已经成长为涵盖皮具成衣 丝组珠宝和化妆品等多种品类的奢侈品帝国 截止2022年12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亿欧元,同比增长29.2% 规模经理论33.67亿欧元,同比增长38% 从地区华风来看,销售业绩主要来源于亚洲和欧洲 但美国市场份额去年增长46.6% 是所有国家里面上升最为迅速的,占比也达到了18.4% 过去10年,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整体保持平稳增长 可以看到阿玛士的营收从2007到2021年也是一直保持线性增长 唯有在疫情爆发的2020年有所下滑 根据预测,最后5年全球市场份额将继续保持增长 至2028年预布达到4189亿美元 全球利率上升和销售缓缓给科技行业的前景带来了压力 奢侈品行业却在持续性增长 服装手带,香槟手表和香水的需求保持坚挺 生产商在提高价格和抵御通胀方面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据相关数据统计,由于中国经济重新开放 中国消费者在过去三年存入银行的2.6万亿美元 储蓄勇为奢侈品市场带来更多活力 目前,爱马仕集团与LVMH,开云集团和立光集团为全球奢侈品市场的四大巨头 在2004年到2022年间,四大奢侈品巨头中 LVMH和爱马仕的营收增长最为稳定 甚至在2008年进入危机之后的几年里面 另外三家受到影响出现收入下滑 爱马仕的营收依然实现了逆时增长 其与全球经济周期的关联不大 营收增长主要驱动力使公司本身反映出公司在行业中强大的营收增长能力 奢侈品具有很强的社会主性,本质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竞争集中在几乎没有任何价格敏感性的头部高净值客群 爱马仕销售强劲,具有很强的定价权 2023年计划上调产品价格5%到10% 从经历论角度来看,从2010年以来 爱马仕在私家巨头里面长期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增长平稳一直保持在17%以上 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2020年经历论也未低于18% 之后更是加速增长,去年达到了29%之高 比较之下LVMH的经历论则波动稍大 目前处于17.79%水平,与爱马仕有一定的距离 开运集团方面在2019-2018期间达到过高位 但整体难看,经历论率控制不佳 有大气大落的过程,现在位置与LVMH持平 逆风的经历论率大概是处于下降趋势 第四家里面表现最差的,当前仅为0.8% 法国CAC40是目前全球第五大 也是欧洲最大的股票市场 受热食品生产商LVMH开运集团和爱马仕集团的 强劲势头推动 法国股市成了2023年迄今在全球范围内 表现最好的主要市场之一 截止2023年3月21日CAC40指数上涨7.6% 超过标普500的3.3% 而爱马仕则长期跑赢大牌 在2020年熊市里面,其股价下跌6.5% 同期CAC40指数下跌10.5% 2023年至今,爱马仕股价涨幅已经达到20.5% 爱马仕是股市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 过去三年的时间 爱马仕股价从520欧元左右涨到1760欧元 涨幅超过238% 当前市值1960亿美元 PE较高为55倍 在盈利能力方面 现在每股收益33.98美元 购买爱马仕股票 给这些股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利润 尽管这种诱惑很忧人 但也必须保持警惕 毕竟之前涨幅太过惊人 比者认为良好的前景 可能让2023年爱马仕股票价格继续上涨 基本维持看涨格局 基础面看 截至2023年3月21日 股票的价位为1760欧元 下方有1620到1670区间的短期支撑 如果奇稳在该区间上方 则股价人为稳健上行阶段 假如价格下破 该区间可以等待1430位置的低位看多 上方下目标位将是1900欧元 然后是2080欧元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转发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